大家好,我是Stan Panquo代表青春女团LoveLigy将面临解散了 昨天,LoveLigy的所属公司乌林娱乐正式声明 公司与LoveLigy成员们的专属合约在本月16日到期 透过长时间深度的讨论 LoveLigy成员7人 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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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业 将在新的地方准备新的开始 公司尊重成员们的意见以及姻缘他们 成员中,陪比索人因与公司长时间累积的现任决定续约 公司会全力支援他的 感谢成员们7年来的付出 而成员们也一一上传了手写信 感谢了粉丝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成员们的留言 成员们对团体的爱情很深 竟然还能这么放人不管 当然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虽然是粉丝也希望他们不要续约 我会继续迎宴成员们的 虽然是预露之中的结果 但是还是很伤心 不过恭喜投出了五令 Infinity的时候就知道了 这所属公司真的爱 希望能跟PPG一样 就几位成员也好能聚在一起 下一个消息是 11月1号 SN娱乐公开了旗下艺人们的 2022 Seasons Greeting 但是有网友们发现到 前一阵子因私生活问题引起争议 宣布暂停活动的鲁卡斯 没有出现在VCMV的照片中 甚至在NCT一共一共的周边 也没有发现到鲁卡斯的名字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SM终于开始认真工作了 就这样持续到退团吧 在中国的反应也不好 所以SM才会这样吧 希望能早点退团 不要影响到NCT SM基本上不会先让艺人退团的 应该就是暂时无期限停止活动而已吧 对于SM渔了2022 Seasons Greeting 没有鲁卡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爱豆们五大沟通障碍 Sista Hyorin Soyu 只有要听的人 狂摊宣传达RMP 只有要说的人 Omega Mimi Arin 只有要折伞的人 Seventeen Tokyo Chushia 只有想要被抱的人 Asparkarina期间 只有让位的人 听到要一个人一个人拍照 结果两个人同时让位了 都超好笑好可爱 可可好喜欢这种的动作 Seventeen怎么连这种的都这么好笑呢 Bide a video di UrgeBiDiUto Ci ediamo Un abrazo di video Ciao Stuper CiSper DiBastro iz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